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呃 所以还是需要养企鹅 不给自己找借口 你就是自己想养 颜狗 哎呀请你不要总是突然出散地拆穿我 谢谢 现在我也带回来了好多的企鹅蛋和狗熊蛋 现在呢我们就把它们通通放进牧场里 但是放在哪儿比较好呢 哎 有了 把企鹅和小猪放在一起 让企鹅给小猪唱歌挺 免得这群懒猪总是睡觉 啥都不干 然后把它们的窝再往下挖一格 不记得企鹅唱歌的时候都是手舞足蹈的 这挖一跳出去 我不就亏大了吗 现在就都挖开吧 呃 在挖的过程中呢 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没有想到啊 这个猪窝的下面居然是一个矿洞 所以在挖的时候 不小心牺牲了好几只小企鹅 那么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那就是 哎 不要养企鹅 开个玩笑 企鹅还是要养的嘛 企鹅的窝弄好了之后呢 就是要弄北极熊的窝啦 呃 就把它放在狼窝旁边 让熊盯着这群狼 免得这群狼总是想吃我的小羊 嘿嘿 用粗制岩石针穿好范围之后 把这边土块都挖掉 弄好以后在门口放上竹尾栏 这样大狗熊的窝就弄好了 最后把它们放出来吧 哎呀 你们可是真胖啊 这个头是真的大嘿嘿 好了小伙伴们 你们知不知道北极熊怎么繁殖呢 快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吧 迷你世界运游团圆阵 每日更新呢 喜欢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啊 爱你么么哒